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每个星期三晚八点 悉尼门本时间晚八点的小麦独角兽 我们今天恢复直播啊 因为前一段时间出差的关系呢 咱们停了两个星期的直播 非常想念大家 今天我们恢复 然后继续聊一聊 大家比较关心那些话题好吧 欢迎各位 快请进 欢迎明轩 欢迎 这个观众叫什么 761 ZKE 欢迎 亲爱的小麦校长 我是你说书节目的忠实听众 只是好奇一个问题 好像没再更新 说书节目了 虽然旧有的不断重复 再重复听 但很渴望再听到小麦校长的新的收视节目 要是有其他的社会平台有推出 请告诉我 谢谢您 OK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朋友啊 小麦读书呢 一定会继续更新的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这个 至少已经有两本书在等待更新了 一个是找到我们的天赋 这本书真的强烈推荐 如果你觉得迷茫 你觉得人生过得不容易 这本书适合 大家去认真听一听 另外一本呢 是12个星期 这本书叫12星期 就怎么把一年 当做12个星期来过 这个书到时候也会 这个讲给大家听 目前呢 小麦读书呢 全网平台 全互联网 不管是苹果的Podcast 谷歌的Spotify 亚马逊的Audible 还有什么 就几乎主流的这些 包括国内 这个现在流行的小宇宙 这个播客平台 这个小麦读书也会上线 陆续的开始更新到上面去 所以大家无论在世界各地 你不管是谷歌还是百度 只要你搜索小麦读书 这四个字 就可以找到 你喜欢的这个平台 而且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完全不收费的 所以并没有收费的这个平台 再次感谢 Alicia 那些书也觉得不够听 现在再听三遍 谢谢Alicia 先让准备更新一本 就要找到天赋 对的 今天在得到听了一本 冲突的勇气超棒 推荐夜亭 城长的书记 好 谢谢Alicia 好 再次感谢大家 快请坐 咱们开始今天的直播 一会儿呢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 我们可以进行互动 今天的直播呢 主要几个部分 一个呢 是关于 这个我这次是回国内 出差 去了北京 到了上海 然后呢 中间路过香港 回到了澳洲 是从新加坡飞过去的 我是先从澳洲飞到新加坡 然后转了一大圈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观感 非常客观的 直接的观感 另外一个呢 正好呢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部长呢 现在在访问澳洲 在堪培拉 这个对于澳洲来说 对于中澳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 今天咱们也聊一聊 这个中澳未来的关系 因为在上星期天 我们Founder NBA 今年的学员开学的这个 喉咙当中呢 有一位学员问到说 想做中澳贸易的生意创业 那中国和澳洲 现在这个贸易关系 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事 咱们也聊一聊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今年整个的经济情况 到底怎么样 无论是澳洲的 还是中国的 好吧 这是咱们今天主要要的话题 最后有时间呢 聊一聊 食品安全 因为刚刚315晚会 每年的3月15 20中国大陆 有一个叫做315晚会 这晚会呢 会曝光很多的 市民安全问题 这个结合这事呢 咱们聊一聊 在海外 比如说在澳洲的 市民安全的问题 是怎么样的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大家快请坐 我呢是 咱们开始稍微晚一点 我是刚刚从外面赶回来 这个外面还有点交通 有点塞车 我呢一边喝Kiffer 一边呢给大家做直播 因为这两天嗓子非常不舒服 这个说话大家也能听出来 本来我优美的嗓音 现在有点沙哑 OK 先说第一个话题 回国的感官 我呢 我先铺垫一下场景 因为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在疫情过后呢 可能都早就回过国 我呢上一次回国是2018年 这中间隔了差不多6年时间 2018年的年初 当时呢 我是带着我们这个 沫尔本大学商学院MBA的 这个同学 一共有三四十位同学吧 当时是 我们这个MBA当中有一门课 叫Asia Industry Study 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亚洲行业研究 这么一个课 然后呢是去的上海 我呢作为助教 带着大家和我们的一位 这个澳洲的这个教授 带着大家到上海 在上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拜访了很多的商会啊 机构啊 企业啊等等 了解了非常多 那次呢 其实已经是最近一次回中国了 而且一直在上海待着 上海大家知道 非常国际化 这个在中国也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有的时候在上海恍惚会觉得在国外 就有些区呢 外国人很多 而且各种你想吃的喝的 包括外滩有一个 这个澳洲老大姐开的酒吧 上海也能喝到Mervin的咖啡 这个都是非常不容易遇到的 上次去北京呢 是2017年 更早一些 所以呢这是一个场景 大家就知道说 我这次回国之前 很多年是没有回过中国的 对国内的情况呢 印象呢也停留在 六年前 七年前这个情况 那这次呢 是从新加坡直飞北京 在北京目关 首先呢直观的印象呢 就是 这个机场啊 比较冷清 到的是首都国机场 我知道大兴开了一个新的机场啊 据说非常漂亮很大 这次没有机会飞到那去 这个首都机场呢 比我印象当中冷清了很多 很多的这些店呢 我到的还是下午 下午差不多两三点钟这个时间 并不是比如说太早太晚哈 很多店呢也都没有开 再有一个呢就是 有这个外国人通道和这个中国公民的那个通道是分开的哈 我呢是 这个有叫什么亚太经合组织商务卡 叫ABTC Asia Pacific Business Travel Card 它就相当于一个签证 这个就是经常出门的朋友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东西 也了解这个东西啊 那我走的这次呢是 原来呢是专门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快速通道 一般机场有这个通道呢 你就不用排队直接往外走就行了 它也相当于我的一个中国的签证 不需要办签证 非常方便 如果没有这个通道呢 一般可以走外交通道 或者是机组的或者什么礼遇通道 就快速通关 不需要排队 那这次回国很有意思呢 发现呢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个通道 这个牌子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呢 叫一带一路快速通道 所以呢就经过机场 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引 我就知道要走那个通道 没有人 只有我自己走这个通道 当时也是有两三个航班 将落呆往外走 然后我就注意观察 走外国人通道的那部分 在这个队伍当中呢 只有两种人 一种呢是像我这种 就长着中国人的脸 但拿的可能是不同国家的护照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呢 就都是黑乎乎的 印巴的兄弟们 这个巴铁 或者是印巴的这种外国人 皮肤都是这样的颜色 这种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 这种白人西方人的这种外国人 在机场明显的少 明显明显明显的少 飞机上也很少 这个是我的第一感官 但入境呢非常顺利 虽然上个星期国内开两会 北京开两会 还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很顺利 什么问题也没问 直接就通行 北京的空气呢 明显的干净很多 真的天很蓝 这个据说呢 两会期间天比较蓝 但是不是两会的时候呢 现在空气也比较好 跟周围的这些智力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给北京点个赞 不过呢 就是这个季节 北京是春天吧 依然是非常干燥 非常非常的干燥 阳光很好 跟这个昆士兰 温暖湿润的这个空气呢 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回去嘴唇就裂了 嗓子也开始各种疼 就是各种各种干 街上呢 如果是只是看 这个大街小巷啊 老百姓走来走去啊 生活上 不会感觉跟七八年前 有任何的区别 感觉不到任何区别 什么时候会感觉有区别呢 去餐馆 去餐馆的时候呢 差别就很大 因为就招待我们去什么 就是游客最喜欢去的 什么全聚德啊 什么北京涮锅啊 都是去这些 我印象当中都是非常满 人满为患的这些 特别有名的吃饭的地方 但实际上呢 是哪怕是吃饭的高峰期 比如说中午12点半 或者晚上7点 像全聚德上座率呢 可能也只有一半 一半多点 也不满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可以帮助判断说 经济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信号 就说如果餐饮都开始 变得特别不忙了 那就说明老百姓 真的是现在不舍得花钱 另外一个北京的感官呢 跟七八年前没有变化的 是拥堵 就是整个这个城市的拥堵 还是非常严重 出门就堵车 随便去哪 一个小时车程 如果运气不好 一个半两个小时 也是有可能的 去哪都觉得很远 这样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天的这个效率啊 整个城市的效率呢 其实是比较低的 而且这个城市的效率比较低呢 会延续到全国各个 其他的地方的城市 因为首都嘛 各种重要的政府部门 重要的这些企业的总部呢 都在这 所以如果这个首都的这个城市 如果是拥堵严重的话 城市效率就会降低 城市效率降低的话呢 就会影响广 这影响面会非常广泛 所以往往一天呢 可能两个会 三个会差不多了 其他路上都在塞车 而且 就容易精辟力尽嘛 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坐在车上塞车的感觉哈 Anyway 这个是直接的感官 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 在北京明显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大家还是 信心不足 对于经济的信心不足 还需要更多的政策也好 更多的 信心的提振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啊 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它到底是什么 但是的确呢 是从上到下 大家呢 明显体现的是经济不太足 尤其我在北京那段时间呢 赶上 这个中国的股市表现的不太好 一直这个破新低 一直往下降 这是一个明显的感受 然后呢 在北京出差了几天 各种开会 各种等等 两会期间还算顺利吧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为难 包括之前说的 到了这个北京要24小时之内 到当地派出所报道 也没有报道 酒店就直接帮忙 就报告给当地派出所 有外国人来了 在这住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一切都非常顺利 就能感觉到呢 现在咱们国内呢 其实还是非常欢迎 海外的人回去的 尤其是商务人士 明显的感觉到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我之前拿这个APEC 这个Travel Card呢 在疫情期间啊 整个我正好是 二三年一月份 Renew我的这个卡 因为这卡是 17年18年拿的这个卡 然后再早呢 1213年 没有5年要续一次 23年年初续这个卡的时候呢 就从实体卡变成了虚拟卡 当时呢 有两个国家 一直就没有通过 就是亚太金额组织 有20来个国家 有两个国家 一直就不通过 就不给你续 不给所有的人续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当时呢 就觉得说 那很多这种持有商务 这种准证 想进入中国 想做生意啊 促进贸易的人 就进不去 像我的这个澳洲同事呢 这次回国 加急办的这个 咱们国内的签证 他是一个地界的澳洲人 还是加急办的 在悉尼的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处办的 结果呢 给了他一个三个月的 一次入境的一个签证 还不是多次往返 就不太方便吧 费了好大力气 递交了好多材料啊 什么的 但能感觉到呢 现在这个 一旦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国内的还是非常 非常欢迎商业 贸易这类的人呢 这个进去 因为从这个静观 没有任何的阻碍 非常通畅 能感受得到 然后呢 我就从北京 做完这个 办完事情之后呢 到了上海 上海呢 我一直印象非常的好 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 真的是 特别大气 特别有国际法 然后呢 要小资 有小资的那些小县嘛 那些小店啊 特别好 如果想感受一个 这个国际都市的 那个感觉呢 也有这样的地方 给你去感受 所以我对上海的印象 依然很好 这次到了上海 这个印象不变 依然觉得很好 不过呢 也觉得上海 整个城市的活力呢 没有我 千禧年回去的时候 感觉那么 那么的有活力 但明显已经觉得 外国人比北京多一些了 这个大街小巷 还是能看到一些外国人的 明显比北京要多一些 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短 总体的印象呢 依然很好 当然了这些年 疫情之后 这两三年 很多的国际的企业的总部啊 等等 已经从上海搬离了 搬到其他地方 搬到新加坡的 这个都有 这个呢 平时感受是感受不到的 这个在生活当中 在街上走啊 什么是感受不到的 唯一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感受的是生活非常不方便 作为一个外国人 一会儿我再说这个话题 然后呢 上海办事到了香港 香港跟我们两位合伙人 一起吃的晚饭 香港的话呢 就是明显的感觉到 包括接触的一些 其他的香港的朋友 对香港的经济呢 还是比较担忧的 对香港的未来的 可预见的未来 未来两三年三五年 香港的经济地位呢 还是比较担忧的 虽然现在香港呢 已经开始努力的多元化 原来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 这个地位非常的明确 但是现在呢 这个地位呢 被新加坡给抢走了 而且现在看来呢 很难抢回来 这里包括人才的流失啊 包括新加坡 现在所有这些 就是一个国家 突然之间变成 这个全球的某一个领域的焦点呢 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经过很多年的铺垫和准备 然后时机到的时候才发生的 所以这个像拽回来 是很难拽回来的 所以现在香港呢 正在努力的多元化 比如说从原来纯粹的金融中心呢 现在正在努力向 比如说科技啊 科技金融啊 包括香港对于web3.0 对于数字货币 所有的这些 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啊 包括现在香港也有很多的 这个人才的移民的政策 比如说如果你在澳洲 你读了个悉尼大学 沫粹大学 猫大师大学等等 尤其是研究生毕业 有几年工作经验 然后如果你现在想移民香港啊 获得一个香港的一个 像一个永居的身份一样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是比较容易 因为香港现在也特别 想要吸引很多人才去 这个我之前莫大的 这个一个校友 MBA的一个校友 也是这次回去才知道 全家呢 就是申请了这么一个 香港的这个人才计划 然后拿到身份之后呢 就全家都搬去香港 正好让孩子接受一下 这个亚洲的教育哈 但香港的主要问题 可能是这个普通话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后从香港 然后飞回澳洲 所以这次呢 其实回国的这个出差的时间 非常的短 非常的紧凑 但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无论是从北京到上海 还是到香港 整体的感觉呢 是活跃度明显比原来要弱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感受 接下来呢 我们公司呢 也会考虑在国内设一个分支机构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地方在哪 目前听起来呢 深圳不错 因为深圳呢 据说我没有去过深圳 我只是曾经坐飞机 在深圳转过机 但是对深圳呢 是没有任何概念 但是听起来呢 很多人的反馈呢 是深圳呢 是充满活力的一座城市 年轻人很多 这个用工的成本啊 办公室成本的呢 比上海啊什么的 还是要更便宜 另外一个深圳 一个很大的好处呢 是离香港很紧 这个来回走呢 会非常方便 这样的话 再加上大湾区呢 又是现在主要供应链的 这个聚集地 所以现在 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作为一个 就是说很多年 没有回过国的一个 就是语言啊 什么对国内也特别了解 但是依然觉得生活啊 这个作为一个外国人啊 生活非常非常不方便 这一次回国的感官呢 跟去年圣诞节 我跟VV呢 我们去这个日本 过的圣诞节 这个圣诞前夜 飞到了东京 在东京过完圣诞节呢 然后一路往北去 到了这个北海道 然后在北海道 待了一两个星期 然后又回来 然后坐轮渡 坐个大船 从北海道坐回这个东京 正好赶上那时候地震 对吧 今天年初的事 现在说起来 好像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了 那时候地震非常严重 明显的区别 日本呢 就感觉满大街都是外国人 这个长得外国人的样了 白种的这种 这个西方的这种外国人 其他的什么印巴的 什么其他国家 东南亚的 这咱就不算了 咱就说这个长得真像外国人的外国人 明显的日本就多很多 这里呢 其实如果细想的话 一方面呢 很多 绝大多数外国人 去日本是不需要办签证的 不需要办签证 就直接落地签 你像澳洲护照到日本是不用办签证的 到了海关 连问题都不问 直接咔咔 给你贴张纸盖个村 在日本待个一个月三个月 是没什么问题的 连那个APAC卡都不用 就拿护照直接往里走就行了 特别方便 而中国呢 对于很多的国家 还是要办签证 而且呢 这个签证的过程呢 并不很容易 甚至有些不合理 这个大家 我印象当中 我之前在没有APAC卡的时候 在墨尔本的签证中心 原来呢 是在领事馆 大使馆办 现在是把它外包出去 给第三方了 专门有个签证中心 然后呢 就各种奇奇怪怪的小问题 比如说 突然到了那 它那个材料清单上 明明没写要某一个材料 它就非让你有这个东西 你有这个东西 好不容易 你又预约个时间拿回来了 它要复印件 然后呢 它也没说要复印件 然后 很巧的 它门口就摆一个复印机 那复印机呢 它又不给你换硬币 也不涨铃 然后呢 就很多这种 就好像是故意 给你找点什么麻烦 多赚点点 付印费 当然 这有可能是 人家不是这么想的 但确实有这种印象 所以呢 每次去这个签证中心 现在是不是全天办公 还不知道 原来还经常办公就半天 所以这个 就其实就多了一个屏障 对吧 像我这次外国同事 澳洲同事 也只给了三个月一次 入境的签证 那下次还要再去经历一次 要去排队 要这个那个 好像下午一点钟 就不接受不处理业务了 还是两点钟 我忘了 这就是第一个 好在呢 现在咱们国内 已经对很多的 欧洲国家呀 对很多地方 已经是单方面的 这个免签证 就可以入境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 现在咱们国内 太缺人了 中国现在太缺外国人了 鼓励很多人入境 然后单方面的取消了很多 尤其是欧洲 北欧的一些国家等等 新加坡互相都免签证 对吧 直接入境 澳洲还是要办签证的 就是拿着护照 这是跟日本对比的第一个事 就是说进入日本呢 是非常简单的 日本护照也应该是 全世界应该是免签最多的 其实还不是澳洲护照 是日本护照 日本护照 新加坡护照 然后是北欧那几个国家的护照 都是排在世界前列 当然澳洲也非常靠前 也没差几个国家 去绝大多数地方 其实都是不用签证的 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一旦进去之后 到了这个入境之后的 那个感受 首先呢是 这个怎么花钱的问题 对吧 现在咱们国内 如果你是在国内生活久了 那是非常方便 微信支付啊 支付宝啊 扫码啊 现在连这个 不管多小的路边摊 都扫码都没有问题 微信支付非常方便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呢 就非常的麻烦了 就对于我来说非常麻烦 比如说我没有中国的手机号 然后虽然我有微信 微信 钱包里面也有点零钱 就是真的是买瓶水啊 什么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绝大多数老外 连这个也没有 对吧 连微信能干这个 可能也不知道 即使如此呢 我在国内想叫个出租车 想叫个什么滴滴啊 什么的 他就非得让我绑定一个中国手机号 然后我就输入澳洲手机号 输完之后 他说格式不对 然后呢 就说你需要预付款 然后帮你叫车 这没有问题 预付反正差价退回来 但是原来呢 本来有六七个 七八个叫车的软件 可以一起帮你叫 就很快你就会有车 因为你的手机号不对 是个外国手机号 立刻呢 就是只有一个什么曹操叫车 还是什么 就这么一个是允许手机号不对的情况下 还帮你叫车的 突然之间就少了好多好多的这些 可以叫车的 你就等吧 其他人陆陆续续走 你就在这等着你的车来吧 很久可能才来一个车 像这种小事 你微信呢 捆绑外国的信用卡 银行卡呢 还不好用 就只能捆绑中国的卡 那一般人也没有中国卡 对吧 像我办汇丰银行的全球的那个 就是如果你是 比如说我这汇丰澳洲的 premier的客户叫什么 不是叫高级叫什么 卓越 卓越 汇丰卓越的客户 就是说你达到一些条件之后 你就变成这个premier的客户 变成premier客户呢 汇丰有个特别好的 就是你可以在澳洲呢 开世界其他国家的 汇丰的银行账号 就人不用去你就能开 当然你如果 比如说你是中国的卓越客户 你也可以在中国 开其他国家的银行账号 我呢在澳洲呢 开了新加坡 开了香港 开了大陆 开了美国 开了阿联酋 这些国家的这个账号 所有的其他的国家 都极其的简单 就材料准备完之后 来一封信 卡直接寄过来 寄到澳洲来 你自己下载个APP 在网上自己激活 网络 网络银行 然后手机银行 然后就可以开始用了 非常方便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特别复杂的 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汇丰 要求一定要本人 持有证件 到上海的特定的一个网点 我到了北京的网点还不行 到了上海特定的网点 预约 楼上楼下跑了好几次 几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后呢 才能把这个卡扳开 中前后花了三四个小时时间 就在那银行里待着 一会儿让我上楼干点什么 一会儿下楼干点什么 然后柜台呢 一会儿就是 一会儿激活这个 一会儿激活那个 整个的构成非常的复杂 这还是卓越的客户 去办这些东西 已经复杂到了程度 如果对于一个 只是去中国旅行的 一个外国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好吧 所以 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咱们国内如果接下来 这个想要鼓励更多的外国人也好 外资也好 回到咱们国内去 我觉得像这些细节 还是要继续去做 哪怕鼓励大家下个支付板 下个微信 海外版 然后可以绑定任意海外的 这个银行账号也好 还是Visa Mastercard也好 至少让外国人回去之后呢 非常容易的叫出租车呀 吃饭结个账呀 等等 至少有这么一个 这都已经解决好大问题 否则的话呢 就这个 我当时在北京 有一段 怎么叫车都叫不到 后来我是走了 这个40分钟 我倒很喜欢走路 那天也很好 唯一问题 那天是穿着大批鞋 开饭会 走了将近40分钟的路 走到下一个地方 因为叫不到车 因为就等很久 也不是叫不到吧 我不知道 再等 多等个20分钟 会不会叫到车 就这些 所有隐藏的这些东西 会觉得没有那么方便 上网 什么就不说了 这个到了 到了上海 反而酒店就可以直接上YouTube了 否则的话呢 是肯定是上不了的 这个哪怕漫游 也没有那么 没那么快 我试了新加坡的卡 试了澳洲的卡 在咱们国内漫游 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用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的吧 不过说过来 这次就是一个感官 总结几点 如果是大家这个回国签证 外国人身份的澳洲身份的话 提早办签证 如果有这个API卡呢 不用担心 非常好用 直接入关 出关 非常通畅 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 没有任何的这个提问 什么都没有 非常非常方便 回去之前呢 提前把微信充好值 如果能有个中国手机号 哪怕临时的 亲戚朋友的 什么的 总之 没有这个中国手机号 没有中国的银行卡 绑定的微信 支付宝 还是不太方便 现金是没地儿花的 现金是肯定没地儿花 我这次回去都没有见到 人民币长什么样 到了香港 就是万全另外一个样子 香港呢 我觉得 跟新加坡比啊 香港 第一呢 因为我 我不会广东话 只会听 不会说 也是看 周恩池电影 什么的 会听 听基本90%都能听懂 日常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说呢 但是我倒是可以说 但是除了我能听懂 没有人能听得懂 哈哈 所以呢 一直呢 就会感觉到香港呢 不说广东话呢 就会有一种距离感 莫名的距离感 其实香港的这个服务啊 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 餐馆啊 各方面 机场啊 服务很好 但你会觉得有莫名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一种 阻碍 新加坡呢 就直接讲国语 讲普通话 字也都是简体中文 香港都是繁体中文 讲广东话 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 这我很多年 没有遇到了 到了香港 叫了一个出租车 是正白景的出租车啊 那个 还不是什么黑车什么的 把我拉到酒店之后呢 只收现金 不刷卡 没有二维码 没有微信 什么的都没有 就是必须现金 哎 这个就非常 别扭 你 我刚下飞行 我上两点去弄现金 而且还不便宜 我叫 我用Uber呢 看了一眼呢 一般呢 是300多港币 就可以从机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 结果呢 这个 出租车司机 不知道怎么算呢 什么 这个费 什么 什么这个费 还有什么 两件行李还要收费 那谁从机场出来 还没有两个行李 放到后币箱里 这个行李还单独收费 我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结果算下来呢 将近400港币 就比那个Uber上说的呢 活活多出来25% 好吧 多出25%就算了 我说这个 我没有现金 我刚下飞机 怎么办 然后呢 就到酒店 让酒店前台呢 预支400港币给我 然后好能付给出租车司机 结果呢 酒店前台倒是能提供 看来不是第一次 但是他们收10%的手续费 就是收你440港币 然后给你400港币现金 下楼去给那个出租车司机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国际都市 应该有的那个样子 这个在就这一点啊 我觉得香港可能要反省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个别现象 在新加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种就是明显的不太合理的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如果香港想继续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 都是从小小事情来看哈 我觉得像这些细节可能还要 还得继续改进 对还得继续改进 所以这次这是这次回国的感官 接下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可能还要经常的回国 有什么去了新的地方 跟大家再更新汇报 我倒挺期待去深圳转一转 这个因为听说了很多关于深圳 非常好的事情 也期待着去一下活力四射的 这个国内非常年轻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去好好的去拜访一下 不过这是未来几个月吧 有机会的话 这是第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呢 今天讲讲重要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部长呢 现在到了澳洲 这个事情呢 对于中国也好 对澳洲来好 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尤其对于咱们生活在 这个澳洲的华人来说 这绝对是个好事 就两个国家关系变好 中间肯定还是有些小毛擦 小矛盾小分期 毕竟是完全价值观等等等等 历史等等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它是不可能 就是小两口对吧 都不能达成所有的看法都一致 别说两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呢 王毅部长呢 是先到了新西兰 然后来到了澳洲 大家知道这个部长级别 外交部长 这个基本上级别是 已经是到了最高级别了 这个级别 中国的官员访问澳洲 2017年是最后一次 就这已经过去七年的时间了 才有这么一次 这个高层的这个访问 而且在这之前呢 澳洲是总理是去过中国的 所以这是个互访 那这次呢 这个王毅部长来到澳洲呢 虽然中间也有些小摩擦小插曲 这我就不多 过多跟大家讲这些事了 咱们说好的方面 首先呢 这个澳洲总理也好 澳洲的外交部长 黄英贤 和王毅部长呢 这双方的见面 闭门会议 但是从现在双方的口门来看呢 好消息应该是比较多的 按照王毅部长的原话呢 就是Lots of good news 很多的好消息 对澳洲来说 那这里面跟咱们平时啊 咱们华人在这生活 直接相关的 比如说贸易 这个红酒的这个关税呢 看来是肯定是会拿掉的了 澳洲的葡萄酒出口中国 会恢复 另外一个呢 就是澳洲的龙虾 澳洲的牛肉出口中国 这些关税逐步的 现在还没有啊 但逐步的会取消 就是回到正常状态 像之前澳洲的什么 这个大麦啊什么的 这个关税都已经拿掉了 所以呢 这些尤其比如说 澳洲的葡萄酒出口中国 曾经是一个 10亿澳币规模的 一个出口的一个细分 那对于澳洲的这个 葡萄酒行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这些都是利好消息 其他的关于什么 两个国家在气候问题上 这是跟我现在工作很相关的 我很关注的 在气候问题上 在能源问题上 很多的这些协作也好 在太平洋这些岛国上的一些 协作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总比两个国家闹别扭要强 对吧 另外一个呢 紧接着 就是说高层一旦 这个访问结束之后 接下来跟进来的 就是各种实际上的落地了 不管是大家会发现 接下来可能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 省啊市啊一些地方政府 有可能会来到澳洲 来访问也好 干嘛也好 互访也好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今年中国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出海 企业的出海 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呢 这个出海的方向呢 一般就是 要不然就东南亚的国家 这个周边的什么泰国越南啊 这些地方 要不然呢 就是像新加坡 甚至日本 而在远点呢 像迪拜 像澳洲 其实出海企业去美国 欧洲的反而不多 到了那个规模 那个行业 对口的 反而没有那么多 澳洲呢 我倒觉得会迎来 一轮新的这个中国企业出海 投资出海 接下来我的判断 是这个中国 企业也好 投资者也好 甚至一些 这些更官方的一些行为 在澳洲的投资会增加 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 中国在澳洲的投资 是急剧的下降 急剧的下降 我觉得今年开始 也许会增加 教育等等 这些呢 我觉得两个国家呢 都会开始有起色 这是方向上来说是很好的 但是会不会回到从前呢 答案是肯定回不到从前 一个是这个 就像这个 在木头上钉个钉子 你把这钉子拔下来 那木头上还是有个洞 对吧 你说这洞怎么给它补上 没那么容易补上 另外一个呢 是现在中国经济 这个增速减缓 它跟原来 比如说一年能买澳洲多少牛肉 多少龙虾 多少葡萄酒 已经不再是那个市场 对于澳洲来说呢 澳洲的出口的这个目的地呢 也非常多元化了 比如说葡萄酒 在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之后呢 澳洲尝试过东南亚的其他地方 包括东南亚以外 比如韩国 日本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出口澳洲的葡萄酒 到这些市场 所以呢 现在反而呢 没有那么依赖中国的市场 出口葡萄酒 而且这段时间呢 中国的葡萄酒市场 进口葡萄酒啊 已经被什么意大利啊 法国啊 甚至其他的一些什么 这些葡萄酒的这个 已经给添补了 想再抢回市场份额 是不容易的 所以如果是想要做这方面贸易的朋友呢 当然了 你也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一年如果能赚个 一两百万两三百万澳币的利润 但不说银额啊 可能都已经非常好了 对吧 但是肯定不会回到几年前的那个状态 但是这个贸易关系的改善呢 对于咱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肯定是好的 这个各方面都会变得容易一些 今年我觉得中国的投资到这儿 包括房产买家 现在当然各种原因啊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这样的人还是非常多 有这样兴趣 有这样计划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这个是关于中澳关系 今天下半年的中澳关系 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这个下半年11月份的 美国总统大选 目前来看的话呢 川普上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这个又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好吧 再有呢 关于什么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 这个什么南海问题啊 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达成共识 或者所谓的解决 只不过呢 就是求同存异 两个国家有各自的看法 各自的立场 在一起发展经济 有些其他的问题呢 可以放在一边慢慢来 我觉得这个是智慧 这是政治家们的智慧 就是这个阶段呢 就是要稳定 要搞好经济 而且中国这个时候来到澳洲 先到的新西兰啊 我觉得也是有它很深远的意义 因为这个澳洲呢 其实是一个亚洲国家 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虽然它是一个 就是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啊 从各个角度来说 但是呢 澳洲从地理位置来说 是个亚洲国家 它必须学会跟亚太的这些国家 相处好 做生意 搞好关系 好吧 那中国呢 其实对于澳洲呢 两个国家呢 其实在很多方面呢 是互相依存 互相需要的 在一些矿产方面啊 你比如说澳洲的铁矿石 质量优 产量非常稳定 这个中国前一段时间 都从俄罗斯进口铁矿石 火车直接运 运起来当然很方便 但是也有问题 就是质量比较差 真的是在澳洲铁矿石差远了 那如果接下来 比如说需要搞一些 技术式建设呀 恢复经济呀等等 这个铁矿石是必须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农产品啊 很多的一些 就中国和澳洲之间呢 其实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呢 合作的意义 就是搞好关系的意义啊 其实对两国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在今年的 这个经济环境下 最后呢 就说到今年的经济环境 今年呢 全世界的经济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确定的状态 现在唯一经济还不错的 说实话就是美国 美国的经济呢 真的是劲头十足 这个跟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有关系 哪怕是如果下半年美国大选 真的是川普上任了 美国的经济呢 应该也是不错的 这个从他30年的债券 政府债券就能看得出来 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啊 那澳洲的经济呢 今年呢 预期呢会略微增长 这个就已经相当难 只要不衰退 只要不经济危机都已经非常好 能略微增长 已经是浮起 但是呢今年的经济会比较软 全球的经济的复苏呢 很有可能出现在明年的下半年 2026年会全面的复苏 经济会全面的好转 今年呢会是比较 大家需要比较谨慎 比较仔细过日子的一年 不管是在澳洲也好 在哪也好 那中国呢也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需要的是这些大国 相互取暖 相互帮忙 先把这个日子过去 过去之后呢 经济都好了 以后再说 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从现在实际上情况也能看得出来 这些国家的互访啊 开始又认真的去搞经济啊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就是现在接下来的侧重点 就是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稳定 地区 国际关系 所有的这些的稳定 在这个稳定的前提下 是经济的复苏 这个经济的增长 所以围绕这事呢 大家呢 今年不管是创业也好 做生意也好 并不是最好的年份 不是那个谁闭着眼睛 去做点什么都赚钱的年份 曾经是有的 对吧 曾经的中国 2015 1617 18 这个遍地都是热钱的时候 你随便干点什么东西 随便圈点钱都非常容易 那个时代就过去了 澳洲呢 也过去的这个 一直到差不多 17年18年之前 澳洲的经济是非常稳定 上涨的 人口做涨很稳定 基本上别 别坐腰啊 你随便干点什么 这个生意都能做的不错 你不需要 有高超的智慧 有敏捷的判断利益 或者是有特别 能干的这个 这个商业的能力等等 就只要你干点什么 基本上都能赚到钱 那现在今年 肯定不是那样的一个时刻 过两年也许会再次出现 但是今年肯定不是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 这个焦虑 这个东西啊 我建议大家呢 管理好 信息来源 就你从哪看新闻 从哪看什么内容 因为这个世界上 其实就两类人 所有的人分成两个梯队 一个 一类人呢 是制造焦虑 一类人呢 是接受焦虑 基本都可以这么分 不管怎么分 父母和孩子 同事跟老板 这个朋友与朋友等等 都基本可以分成这两个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有些时候呢 大家看到的很多内容 如果 首先不要让自己 信息的来源过于单一 这样的容易偏见 比较多 比较狭隘 比较容易对这个世界 产生很绝对的看法 就觉得这个世界就这样 这是第一 另外一个呢 是不要被制造焦虑 什么叫被制造焦虑呢 就是不要看 别人做什么东西 一年赚两个亿 别人创业 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三年赚两千万 怎么怎么样 不要去看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反向的 会给我们产生很多焦虑 我们需要做的是 脚踏实地做点事 一年呢 赚够你花的钱 照顾好家人 照顾好自己 足够花 不要有那么多的风险 也不追求 两年赚三千万 一个亿的这种 不追求这些事 否则都是焦虑 什么是焦虑 就是你的欲望 你的期待值 远远超过你的能力和资源 就会焦虑 否则人是不用焦虑的 如果你的期待值 是一年赚十万 你现在年薪十二万 你一点都不焦虑 你日子过得好极了 如果你的期待值 是一年赚 一千万 你现在一年只赚一百万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好得不得了了 对吧 但是你依然会焦虑 你依然觉得自己很穷 就是因为期待值 和自己的能力资源 不匹配 所以呢 一定要杜绝 让我们焦虑的 很多的信息来源 因为没有必要 如果在澳洲呢 现在其实还是那句话 运气还是非常好的 很幸运的 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想清楚自己 其实不需要什么东西 不要跟别人去比 然后 不要看太多的 带有各种感叹号题目的 媒体 什么报纸也好 公众号也好 不要看 这些都是在制造焦虑 隐形的在制造焦虑 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眼前 手都是做好 我上个星期天 在那个 我们那个 Founder MBA的 那个开学的上面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 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就要不留任何余力的 全力以赴去做 这就是 when your time comes go hard 对吧 如果你觉得你的实运大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机会有了 如果你觉得你找了方向了 就要不遗余力 不留任何的这个遗憾 这个全力以赴的去做 做完之后再回头看 这事是对的还是错的 还是适不适合自己 还是怎么样 你做的时候是不知道的 好吧 只能全力以赴 如果你现在还有点迷茫 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这方向怎么样 也没关系 好好提高自己 不要乱读书 不要乱学习 学的杂 读的书太杂 也是让自己焦虑的一个好方法 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很多人 学了很多东西 看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并没有实际上的成长 没有实际上的改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其实所有做的这些 都是在取悦自己 感动自己 还是要做那些 对自己非常有实际帮助的事 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 你想拥抱AI 你想做环保 你想做ESG 你想做等等 你却有针对性的 进行学习 又针对性的提高自己 学习的方法 现在也非常多种多样 不管是通过网络 通过YouTube 报一些课 看一些书 找一些这个领域的 充满智慧的人 去聊天 去学习 去提问 现在获得信息方法 学习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多 这里的学习 不仅仅指的 就是你报门课叫学习 去大学读个什么证 什么的叫学习 远远不是 多种多样 但是呢一定是 不要乱学 不要乱读书 真的是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 几年之后 还是这个样子 还是在远地打转 还不如好好的去 有一个方向 把它扎根进去 因为现在方向很明显 人工智能 都已经 这个热闹成 这个情况了 如果真的让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生成是 人工智能 什么是 Embodied AI AI今年会往哪个方向走 现在已经取代了 一些机会是什么 如果不能马上 说出来的话 就上面还有很多东西 要学 去了解 你不了解的话呢 不说你去创业什么的 很有可能就被取代了 所以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花时间认真 去学一学 了解了解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在什么 短视频啊 这些 真的是非常消耗注意力 非常非常消耗注意力 很多事 时间就这么浪费 另外一个就是 我前两天 刚去看了热辣滚烫 看 虽然 已经 看了他无数的 这个小短片 在视频上 结果呢 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 还是哭的一塌糊涂 但是这个 也不光热辣滚烫 我是看个动画 动画片也会热泪 热泪 这个 这个 银矿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看完 还是非常出触动 这出触动在哪呢 我跟你说 甲铃啊 今年我会特别看好的 就说 没有亲身经历过 这个过程的人 是不会理解 这中间的艰辛和孤独的 我呢 这个18年时候 减肥减了17公斤 我都已经觉得 非常不容易了 这一下子 人家减50公斤 一袋水泥 那玩老沉了 好吧 非常不容易 另外一个呢 是 如果你有决心 减个10公斤 20公斤 我跟你说 你会改变命运的 一个是 让别人看到 你这个人 对自己有多狠 你能下多大决心 去做什么事 另外一个呢 从健康的角度 你说甲铃 原来的体重 跟现在这个体重 我跟你说 礼拜里差个 10年 15年的寿命 没问题 你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吗 这绝对是改变命运 好吧 另外一个 今年我觉得 亚铃 亚铃 贾铃 赢一次 他这个赢啊 才刚刚开始 因为今年呢 关于热辣滚烫 这个他减肥的 纪录片会上线 这个大家又会 第二次去关注 这事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呢 被索尼买了 全球的发 发 发 发应的 这个权 就大家在澳洲 电视院里看的 是索尼 发行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今年 贾铃因为热辣滚烫 有没有可能 提名2024年 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奖 获奖有可能有点难 但是有没有可能 被提个名什么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而且呢 这个美国版呢 这个热辣滚烫的 现在已经开始 进入制作阶段了 那这个下一步 又意味着什么 就贾铃突然之间 就进入了一个 国际舞台 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 还不是作为 一个演员的身份 这个中国老一代的 这些什么张艺谋啊 什么陈凯歌啊 什么这些 这些导演拍了一辈子片 可能还没有 贾铃这两部片 这个带来的 所有的这些影响大 所以 说话出来什么呢 有些事啊 完全在我们自己的 控制范围内 不要埋怨这个环境 也好 埋怨什么也好 不要觉得自己无力 从自己身边 比如说你如果觉得 自己现在健康是 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有一些肺肉 能不能先把自己练到 让人一看你就流口水的样子 对吧 这个完全在自己控制内 只要你想 只要你愿意坚持 它是三个月也好 六个月也好 一年也好 你是一定能做到的 一定可以做到的 可以先从这种事情来开始 好吧 所以 这是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事情啊 正好一个小时 终于恢复 给大家直播了 我非常开心 将来呢 咱们还是每个星期三 悉尼摸本时间晚八点 现在昆州是七点 还有时差 但是四月七号 好像是这个今年的夏令时结束 然后呢 澳洲 东海岸就统一市区了 就好了 就不用那个什么了 好吧 好 接下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 想观点啊 欢迎在直播去留言 另外呢 今年呢 我的工作呢 会非常的忙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知道 这个最近 本来新加坡 这个我们公司今年开始推行 这个ESG啊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咨询业务 另外一方面呢 是这个上个月呢 我是加入了一家澳洲的上市公司 加入董事会呢 成为它的执行董事 也是这个股东 所以这个跟我新加坡的业务 是非常契合的 是一起去进行推进的 所以今年的工作啊 会非常的繁忙 但是我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乐在其中 另外呢 今年呢 也会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进步吧 小小的进步吧 随着发生呢 随着跟大家去更新汇报 包括9月份去波士顿 把哈佛商学院的那个课读完 这是下半年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呢 这段时间一直在训练马拉松 希望9月份和11月份 一个是德国的柏林马拉松 一个是美国的纽约马拉松 现在还在等着报名的结果啊 这两个马拉松特别难报名 抓究 这个希望能报上 但报不报上 我都假装已经报上了 来训练自己 从今天1月份已经开始训练了 各个方面吧 我觉得今年我个人来看是充满期待的一年 2024年是非常充满期待的一年 也希望呢 怎么说呢 就让大家看到一种可能性 就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可能性 就这个世界不管发生什么样子 再不好的行业也有非常优秀的企业 再不好的时代也有活得非常滋润的人 活得非常明白 活得非常自在的人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遇到不顺啊 遇到一些阻碍啊 遇到一些 甚至比如说抑郁啊 低沉啊 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事 慢慢来 咱们今年的这个YouTube频道 也会有很多新的 非常有革命性的内容 等我这个逐步的做出来上线 到时候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往这些方向上去做这些内容 包括小白读书 这个今年开始做减法 但是有除了工作以外啊 除了我现在的这个事业以外 有两件事情我会坚守 一个是咱们的YouTube频道 小麦校长YouTube频道 另外一个呢就是小麦读书 这两个事情我会一直坚守下去 其他的事情就开始逐步的做减法 让人生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聚焦 好看一下大家在这个留言区的留言 也欢迎大家呢 在之后咱们录播视频下面 欢迎大家好久不见了 两个星期不见了 那有什么进展啊 什么反馈啊 什么问题 欢迎刚才欢迎到一龙杨 杨一龙 这个不知道一龙杨 跟一龙马斯克什么关系 欢迎维森数码生活 校长晚上好 好久不见 天命小草 去年九月底北京车烤鸭 每天都是排队几百桌 哪家店都爆满 不知道是不是两会控制人口流入 OK 不排出种可能啊 回去的这个时间没有特殊 欢迎澳洲海参第一人东哥 欢迎 奔鱼Solutions Show Architect Show 估计不是微信不想捆绑 是国外银行不愿意配合 这个到底是微信的问题 还是国外银行的问题 我倒觉得 微信可能挺大一些 因为对银行来说 对吧 捆上之后花钱嘛 你说少收了什么 merchant fee还是什么 但是消费要增加 而且我不知道啊 反正确实需要打通这个环节 大表哥 因为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 完全是世界主流之外的一种特殊体系 天明小早 回中国办啥事都巨快 带孩子看病一早 人问诊 检查 最后微床手术一天搞定 隔天配眼镜 两小时 燕光 当天快递到家 这下澳洲 不论州计算 OK 支付宝可以用澳洲手机绑定 再说现金所有店都必须收 门友说不能花了 感觉咱回的不是一个中国 OK 好的 谢谢天明小早的反馈 这个可能我们回的不是一个中国 哈 Harry Y和麦校长差不多 上次18年底回去 这次二月份回国 北上广深重庆 以及香港都去过 感觉确实从生活节奏 办事流程 社会资源分辨上 都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我虽然有点脱节 但是勉强能适应 并且搞定 但从外国人看来 应该是大陆与世界脱节了 YL 请问校长对TikTok被禁怎么看 会彻底被封吗 被拆现在看来是一个大 是一个注定的事了 但是被拆完之后会怎么样 这个事 现在各种说法 甚至很多一毛论都出来 这个 连这个美国控制媒体 什么奶嘴效应 各种都已经冒出来了 但现在看来呢 字节跳动 需要把海外TikTok 就是在国内叫抖音 在海外的TikTok 业务的剥离 整个这个主体剥离 现在来看呢 可能是一定会走上这条路的 这么一个事 我倒不觉得会影响TikTok的用户 就大家该怎么用还怎么用 这个只是拥有的主体变化 如果是在TikTok上创业 拍视频 开店 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至少短期的影响 应该不会很大 Henry Y 纯个人体验 民生来讲 北海道渣谎是不错的 想想其次 国内几大城市 各有千秋 但好吃都少了很多 OK 春节档前 春节档前三都去看了 电影是吧 热辣滚烫好看 个人更喜欢第二条 《飞驰人生2》也不错 《飞驰人生2》我也看了 在澳洲电影院看的 不错 倒不至于痛哭流涕或什么 就觉得电影拍的不错 节奏拍的不错 年初的时候看了一个 《年会不能停》 也是在澳洲看的吧 拍的挺有意思 对于国内的职场 各种讽刺 还是很有意思 OK 第二条还没看 有机会看吧 最近特别想看的电影 是《沙丘2》 而且如果大家 没有去电影院看《沙丘2》 建议一定要 第一先补一下课 把《沙丘1》先看一下 因为是直接关联的 另外一个是 最好是去大屏幕 iMAX什么的 大屏幕去看 《沙丘2》 否则就失去了 去电影院看《沙丘2》的 这个意义 但是非常期待去看《沙丘2》 非常好的电影 YL 想问校长在《沙丘2》 从慈善组织做会计 想转金融 感觉没有头绪 请问能给指点一下吗 谢谢 哦 你说你在《沙丘2》 在慈善组织做会计 想转金融 没有头绪 OK 现在的澳洲 做金融的环境 已经比 这个几年前 至少我年轻的时候 已经好很多了 我读大学 刚毕业的时候 考CFA 那个时候 澳洲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听过CFA 也没有人认CFA CFA考完了 也必定找得到工作 当时 带着我们一起准备 CFA考试的是 莫乃士大学的 一个PhD的 一个博士 然后还给 莫乃士的本科生 当Tutor 教Finance 基础非常好 江西省高考状元 然后 他是我们那群人里面 第一个考过CFA Level 3的 三级的 考完之后 墨尔本就压根找不到工作 因为没有人听说过CFA 那时候只任CPA 会计 后来好不容易在 悉尼的 联邦银行 CBA的总行 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做的工作 也非常基础 并不是一个CFA 应该干的事 后来呢 觉得 确实英雄无用武之地 说这话是2003 2004年的事 20年前 后来呢 全家从澳洲搬 去了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 迅速就找到了 那是20年前的新加坡 迅速找到了 对口的金融工作 然后在新加坡 鼓励大学 兼职教 Finance 教课 到现在为止 也还在新加坡 工作的也是 非常不错 如果今时今日 在澳洲 想转金融的话呢 首先呢 我们要对金融呢 要有一个非常 准确 这个 的一个定义 就是你指的金融 它到底是什么 好吧 你比如说 如果是做换汇的 那这个不叫做金融 就好像说 很多人说 我是做大健康的 但如果你卖 优桑纳 这个保健品的 这其实不是大健康 你是做零售的 你是做网购的 你是做直营的 只是恰巧 你卖的这个 是个保健品而已 这个其实跟大健康 没有太大的 这些的关系 所以我们首先 要非常明确的定义一下 你指的金融 行业 它到底是什么 投资 做基金经理 做VCPE 进入投行 就是到底你指的 这个finance 它是什么 或者说 我就是想到一个企业当中 做financial controller 做一个什么 CFO 那这个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是财块相关 也并不是真的finance相关的 好吧 因为在企业场景当中 金融 财务管理和这个会计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这个在这 时间关系不详细展开 一个是油门 一个是刹车 那回国台说 你说你想做金融 现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如果我现在想进入 金融行业的话 我有可能呢 会不要去 会需要去读书 读个什么master of什么applied finance 读个一年一年半 没有必要 我呢可能会 去考个CFA 哪怕先考个level2 level3很难 对吧 哪怕先考level2 基本上你对finance 已经有一个 很深刻的理解了 而且呢 现在在澳洲呢 也比较认 CFA 就是叫什么 注册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的 特许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特许 金融分析师 是这么翻译吗 可以去考个CFA 如果你能考个CFA level3 那你想进入金融领域 找工作 肯定是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CFA level3 还是含金量很高的 难度也不小 但是咱们作为中国人呢 特别不怕考试 国内呢 也有很多的各种题库啊 资料啊 各种学习群的呢 可以帮助事办公位的 去准备这个考试 并且呢 这考试不便宜 但也不贵 比你去大学读个什么 研究生要读个什么 比那个周期要短 比那个要来的划算 而且呢 实用性更强 并且全球都都认可 你出了澳洲 很多地方可能更认这个东西 比如你到新加坡 那CFA是更认的 如果想进入金融行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会计基础呢 读金融呢 会有些帮助的 比丛林 我原来是学IT的 学网络工程的 以网络工程完全没有商科背景 去考CFA难度 我觉得当时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吃力的 很多非常基本的概念 什么是财政政策 什么是货币政策 很多这些东西 你都要从里面去学 但是如果你是学财快出身呢 好像好多基本的概念 就知道了 就容易写 所以YL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好吧 关于进入金融行业 Henry 支付宝 支付宝海外身份 国内能用 在日本很多地方收支付宝 但是只有国内身份注册的能用 OK 好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做的直播 都是代表我自己一个人的 主观的看法 一些感官的坦诚的分享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体会 咱们这个求同存异 好吧 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周 然后咱们下个星期三 晚八点 悉尼门门时间晚八点 继续恢复我们每个星期三的直播 好吧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要不就这样 要不就这样 记得点赞关注啊 也可以推荐给好友 把我们这个小麦校长的YouTube频道 推荐给好友 好吧 如果你是听着这个视频 您正在睡觉的话 祝你好梦啊 好 那就这样晚安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